各位漫迷老友好,又來到雷文的頻道 今天跟大家研究一下9月26號 大賽日前夕,泥草混合的賽事 各位未訂閱雷文的頻道,可以免費訂閱雷文的YouTube頻道 希望支持雷文的頻道,可以加入小弟的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 對上那天的玉城賽馬系列的四條片 兩隻跑過第四,包括有意外的銘記之心 訂到外府禁外的勇創派對 另外兩隻都可以進來的 至於全場部速形勢分析 那兩隻進來的,那兩場都可以中到三重彩 希望繼續有些運氣就射住 有些運氣之神幫幫忙 始終季初有些馬跑過 有些馬就還未熱身 都需要拿些時間,看看他們究竟現在交到多少水準 繼續希望可以跟大家吹一下馬經 那麗文每一天的陪律那晚會有一個會員版的Live 再前一日,即是臨跑之前的大前一日 會有一個公開版,跟大家曼迷老友 吹一下馬經,吹一下水 歡迎大家進來參加一下 今次的賽事,泥草混合賽 選了這場五場四班千二米的浴城賽馬系列 這隻馬由他剛剛來香港的時候 一路看他的試襲都試得好 但是陣上就經常出賽 是一個很廣檔位的場地 經常都撿了一些不好的檔 根本沒有發揮過馬 後來轉去田草發展 這隻文家良馬房的怪獸奇兵 第一場跑嚴短的一千米 其實都是輸四個馬位 下次就撿過十檔 撿過十檔當然是難跑 菊草十檔 然後轉去沙田發展 雖然說明翅跑過第五回來 其實他一早試襲都交到一些不錯的走勢 這隻文家良馬 跑完兩劑菊草 熱一熱身,撿了些叉檔 然後跑田草一場 其實步速來計 他沿途守住五位左右 其實前面的幸運有理 都是一隻 蝕步速而跑得好的馬 龍藤飛翔 也是可以交到表現的馬 這隻怪獸奇兵 咬住那些位置 你又不可以說他賺 又不可以說他蝕 但名刺六十四倍跑過第五 其實他跟龍寶寶 龍藤飛翔 怪獸奇兵 清心星這幾隻 差不多是平排過終點 所以你計算一下 撿了那隻幸運有理 那天是全日人家馬主出擊的 以及有一隻曾經受過傷 是經常追的星際精英之外 其實這隻怪獸奇兵 如果不是遇到這些對手 其實他都是可以再接近的 這隻怪獸奇兵 其實可以說是賺捕捉的 因為前面那些快 他都要隊 浪費了點力 才靠得住捕捉 隔壁就是星際精英 前面這個電路出號 那隻幸運有理 清心星一向都快 在這一場都快不到 其實捕捉相對不慢 這隻怪獸奇兵 這隻怪獸奇兵 現在要再繞出來 這場是上季的 那時候這隻馬 還不是太熟 在這裡拍片 但是其實他也是有罪 這隻一向後勁是好的 其實他前面用了力 咬著捕捉 其實那些三四五六名 只不過是很短距離落敗 至於上一場他贏馬之前 陪利文看一次雜的節目 就已經和大家看了那一貨集 那一貨集馬就認真不簡單 已經和大家看過無數次 同班老友 老實人那次拉叔做後備又沒有出 有風彩華庭就差點贏 包裝太保 然後就蝕到無可再蝕 蝕到無可再蝕 就輸了何宅堯跑線 這隻不要計 另外就是怪獸奇兵 肥仔聰明 上次贏一班 今天就跑二班 所以這隻怪獸奇兵 當日和大家看的試集 走勢真的相當吸引 這貨集其實有很多馬都試得好 時間又快 末段又可以 看了去試集 試成怎樣 然後出賽 交什麼水準 總時間都是可以的 末段更加是 恐一聲幾隻馬一起衝上來 肥仔還要慢了 這隻怪獸奇兵 前面是包裝太保 風彩華庭 前面就是做後備的老實人 前面已經放在前面放頭 中間咬得住他 慘得多厲害 就是風彩華庭 一出來就贏了那些什麼軍隊 就升了 這隻肥仔聰明 現在都不斷撲上來 肥仔聰明 一對把他趕上去 這一隻 摔到那些外府今外 又蝕到無可再蝕 追得近 其實那隻怪獸奇兵 這個集 都被盜了出去 但是他末段 前面也是把他趕上去 裡面的肥仔聰明 包裝太保 怪獸奇兵 風彩華庭 老實人 裡面的健康美麗 然後到直路最尾的200米 這隻怪獸奇兵 按住 旁邊這兩隻不簡單 但是他比一比之下 就哄一聲就衝上來 接近終點的時候 風彩華庭和老實人 現在的外面更加充滿 包裝太保 最出橙衣 就是怪獸奇兵 中間第五位 之前已經是印證過 在賽事當中 試襲當中 他也是交到一些不錯的水準 即是試完這一課 集季初 就出賽了 其實也有很多驚險鏡頭 計算一下 步速 其實步速來計算 這場是有些慢步速 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的熬油之聲都放不到 後面的樂天派 今天上千四都OK 反而很令人失望 有得力補區 今天同場 聖旺財 慶高彩 今天跑千四 中寬笑再出 林文都買了他 球拍身那天 跑第四 變了這一場馬 樂天派 中寬笑 有些蝕捕速的 都跑了回來 就是樂天派蝕捕速 跑第三 再出千四 搞定 中寬笑蝕捕速 跑第七 再出十幾檔 跑第四 相對來說 這隻怪獸騎兵 亦是蝕捕速的一隻 而且更加有意外 這隻怪獸騎兵 當日都很害怕 一會查一下 心不動 不要跳著 不要開玩笑 他很貴 來到這裏差不多 旁邊跑千四 慶高彩 你看今天 這裏開始 車一車車都下去了 過這個八包米斷柱 前面帶頭是德力寶 隔壁就是樂天派 那隻更寬笑 等一下他要打斜 抽出來再追過 其實前面這些 已經賺了報速 那時候 有很多賺報速都不到的 尼文都說過很多場 德上贏了那場 下場又不知去了哪裏 反而輸了那隻 陸續爆發 如果不是被人夾 大家都知道 應該陸續爆發 都進來了 這隻德力寶區 賺了報速 聖王才也是賺了報速 反而回來 兩隻雙雙都斷了 裡面虧了報速 有這隻外面的樂天派 這隻怪獸騎兵 這隻眾寬笑 你看看怪獸騎兵 裸位都很麻煩 這裡打斜抽出來 就在一隻樂天派 隔壁 仲寬笑在他隔壁 興高彩也有些賺 但是那隻怪獸騎兵 去到300米 一騎下去 一聲就叫做交到靈禮的反應 騎到200米 150米 基本是大局二極 已經定了 樂天派都喜歡得多厲害 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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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獸騎兵 梁家鎮 其實去到最後 200米 如果沒有什麼特別的殺上來 看走勢 都知道他贏了 其實100米 便定勝負了 樂天派這隻再出就行 眾寬笑再出都行 這隻怪獸騎兵 今天相對其他對手 他加了6磅 但當位依然是有利的 結合新選 其實這個馬房 梁文是一般的 但是跑馬都是計馬 有時候都不能講得那麼多 始終這隻馬 玉城賽馬系列 梁文將這隻馬 由香港來試襲 給梁文的印象 陪梁文事前Live的老友一起看集的時候 已經是跟大家一起研究過 總之都交到表現 今天就加6磅 有一個好的檔位 所以串起一個故事來說 希望這隻怪獸騎兵 可以繼續成熟 不要說吃完一劑 就下班了 所以今天的玉城賽馬系列 清清爽爽 選擇一隻馬 為大家介紹 選擇7號的怪獸騎兵 至於全場步速形勢分析 Live會拍另外一條片 簡單單一隻馬 7號的怪獸騎兵 五場四班千二米 希望各位支持Live的頻道 另外可以各位贏多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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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etition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